宇凤杭超甜的花絮,赵丽颖太美了,行指和沈黎这是穿的情侣装吧。 今年有很多精彩的剧要播出,一些头部主播也有新作品, 比如赵丽颖和林庚新主演的宇凤凰同行。 两人是楚桥传之后的第二队,而且原作还是九路飞翔的作品,有爆款的潜力。 今天分享一下风行官播之前发的一些幕后花絮。 原来这部剧还是美食剧。 本文为西风影视独家发布,严禁抄袭洗稿。 主角花絮特写。 第一个是陈丽的蓝色造型,之前在路透社出现过多次。 幕后花絮中的赵丽颖也是状态极佳。 眼睛感觉光彩照人,脸庞风营年轻,完全看不出衰老的迹象。 各种风格穿在赵丽颖身上,感觉人都把穿衣上线提高了。 这套浅色的头发最好看,很温柔安静,也有一种古典美。 林更新虽然看起来有些老了,但是她饰演的男主是天庭最大的仙女,这也无可厚非。 如果你太年轻,她可能不适合。 陈丽颖青衣超美。 花絮中,赵丽颖有一副青衣美女的样子,想必在人间的时候。 衣服很随意,颇有几分未尽时期的风范。 赵丽颖很瘦,穿古装更显气质。 花絮中,太子手握大纲,实力强悍。 不愧是魔戒的女王。 主角同框。 两位主角的同框照片也不少。 林更新穿着一件休闲的灰色长袍。 旁边的陈丽一身王子打扮,她怎么觉得陈丽更有侵略性? 花絮中有很多他们日常生活的镜头,品尝美食打牌等等,顿时烟火热闹起来。 比如这个三个人一起打牌的镜头,难道神魔也喜欢打牌? 从这个状态来看,我们陈丽主还是比较幸运的。 甜蜜同框。 上一次两位主演合作《楚桥传》,结局不尽如人意,让不少人都想捞宇文乐。 此次赵丽颖与林更新再次搭档,也算是星月领先优势的延续。 甜美的框架也是必不可少的。 赵丽颖的侧脑袋看起来甜美的,眼睛里好像有星星。 只有看行指的时候,陈丽才会有那么温柔的眼神。 满满的烟花。 有不少品尝美食的镜头。 星云大院有几张? 行指和沈丽应该是情侣装吧,而且都是漂亮的蓝色。 桌上还有不少美食,估计是行指神君特意准备的,你可以宠着他。 最后附上一张官方海报图。 陈丽一切换到战斗状态,就完全不一样了。 眼神太情绪化了,想象一个男女主大战著名虐恋的场景。